29 掌门 傍晚时分,林狐冲又到少林寺外,向知客僧说明来意,要将定弦定义两位师太的遗体迎归恒山。 知客僧进内禀告,过了一会儿,出来说道,方丈言道,两位师太的法体已然火化,本寺僧众正在纵心工作,两位师太的土皮设立,我们将派人送往恒山。 林狐冲走到正在为两位师太做法事的偏殿,向骨灰坛和连魏灵牌跪倒,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暗暗捣住。 林狐冲有生之日,定当尽心竭力,协助恒山一派发扬光大,不负师太的付托。 林狐冲也不求见方正方丈,竟和知客僧作别便即出四。 道德山下,大雪物字未止,便在一家农家中借宿,赤臣又向北行,在市集上买了一匹马带步,每日只行七八十里便即住店。 依着人我行所受法门,缓缓打通经脉,七日之后,左臂经脉运行如常。 又行数日,这日午间,在一家酒楼中喝酒,捡街上人来人往,顺势忙碌,家家户户正预备过年,一片喜气洋洋。 林狐冲,自珍自饮,心想。 往年在华山,师娘早已都帅众师弟妹到处打扫,木年糕,半年货,逢新衣,小师妹也已捡了不少窗花,热闹非凡。 今年,我却孤零零地在这里喝闷酒。 正烦恼间,忽听在楼梯上脚步声响,有人说道, 口干得很了,在这里喝上几杯倒也不坏。 另一人道,就算口不干,喝上几杯,难道就坏了? 又一人道,喝酒归喝酒,口干归口干,两件事岂能昏为一坦。 又一人道,越是喝酒,口越干,两件事非但不能昏为一坦,而且情然相反。 灵狐冲一听,自知是桃谷六仙到了,心中大喜,叫道, 六位桃兄,快快上来,跟我一起喝酒。 突然间呼呼声响,桃谷六仙一起飞身上楼, 抢到灵狐冲身旁,伸手抓住他肩头手臂,纷纷叫嚷, 是我先见到他的,是我先抓到他的, 是我第一个说话,灵狐公子在听到我声音, 若不是我说到这里来,怎能见到他? 灵狐冲大事奇怪,笑问, 你们六个又倒什么鬼了? 桃花仙奔到酒楼窗边,大声叫道, 小尼姑,大尼姑,老尼姑,不老不小重尼姑, 我桃花仙找到灵狐公子了,快拿一千两银子来。 桃之仙跟着奔过去,叫道, 是我桃之仙第一个发现他,大小尼姑,快拿银子来。 桃根仙和桃石仙各自抓住灵狐冲一条手臂, 物字叫道,是我寻到的,是我,是我。 只听得长街彼端,有个女子声音叫道, 找到了灵狐大侠吗? 桃石仙道,是我找到了灵狐冲,快拿钱来。 桃干仙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桃根仙道,对,对,小尼姑倘若赖账, 咱们便将灵狐冲藏了起来,不给他们。 桃之仙问道,怎生藏法,将它关起来, 不给小尼姑们见到吗? 楼梯上脚步声响,抢上几个女子, 当先一人正是横山派弟子一和, 后面跟着四个尼姑, 另有两个年轻姑娘,却是郑恶和秦娟。 七人一见灵狐冲,满脸喜色, 有的叫灵狐大侠,有的叫灵狐师兄, 也有的叫灵狐公子的。 桃干仙等意其身比,拦在灵狐冲面前说道, 不给一千两银子,不能救人。 灵狐冲笑道, 哼,列位桃兄,那一千两银子却是如何? 桃之仙道, 刚才我们见到他们, 他们问我有没见到你, 我说暂时还没见到, 过不多时便见到了。 秦娟道, 这位大叔当面撒谎, 他说,没有啊, 林狐冲身上升脚, 他这会儿多半到了天涯海角, 我们怎见得到? 桃花仙道, 不对不对,我们早有先见之明, 早就算到,又来这里见到林狐冲。 桃干仙道, 是啊, 否则的话, 整地我们不去别的地方, 偏偏到这里来。 林狐冲笑道, 哼, 我猜到了, 这几位师姐师妹有事寻我, 托六位相助寻访, 你们便开口要一千两银子, 是不是? 桃干仙道, 我们开口讨一千两银子, 那是漫天讨价, 他们如会做生意, 该当着地还价才是, 那是他们大方的紧, 这忠利姑说道, 好,只要找到林狐大侠, 我们便给一千两银子, 这句话可是有的。 一和道, 不错, 六位相帮寻访到了林狐大侠, 我们恒山派该当奉上文银一千两便是, 六只手掌同时伸出, 桃古六仙祈祷, 拿来。 一和道, 我们出家人身上怎会带着许多银子, 相反六位随我们到恒山去取, 他只道桃古六仙定然怕麻烦, 几只六人竟一般心思, 齐声道, 很好, 便跟你们上恒山去, 免得你们赖账。 林狐冲笑道, 恭喜六位发了大财呢, 将区区在下卖了这么大价钱。 桃古六仙, 橘皮般的脸上满是笑容, 拱手道, 托福托福, 正过正过。 一和等七人却惨然变色, 其向林狐冲败道, 林狐冲惊道, 各位何以行此大礼, 急忙还礼, 一和道, 参见掌门人。 林狐冲道, 你们都知道了, 快请起来。 桃根先道, 是啊, 鬼在地下, 说话可不方便了。 林狐冲站起身来, 说道, 六位桃兄, 我和横山派这几位有要紧事商议, 请六位在一旁喝酒, 不可打扰, 以免你们这一千两银子拿不到手。 桃古六仙, 本来要大大啰嗦一番, 听到最后一句话, 当即入口, 走到靠街窗口一张桌旁坐下, 呼酒叫菜, 一和等站起身来, 想到定贤定义两位失态惨死, 不禁都痛哭失声。 桃花先道, 咦, 奇怪奇怪, 只能忽然哭了起来, 你们见到林狐冲要哭, 那也就不用见了。 林狐冲向他怒目而视, 桃花先吓得伸手按住了口, 一和哭道, 那日, 林狐师兄, 不, 掌门人, 你上岸喝酒, 没再回传, 后来横山派的莫大师伯来向我们御室, 说你到少林寺去见掌门师叔和定义师叔去了, 大伙一商量, 都说不如也往少林寺来, 以便和两位师叔集你相聚, 不料行到中途, 便遇到几十个江湖豪客, 听他们高谈阔论, 大讲你如何率领群豪攻打少林寺, 如何将少林寺数千僧众, 尽书下跑之势, 有一个大头矮胖子说是姓老, 还有中年书生说是姓祖, 他二人, 他二人说, 掌门师叔和定义师叔两位, 在少林寺中为人所害, 掌门师叔临终之时, 要你, 要你接任本派掌门, 你已大运了, 这一句话, 当时许多人都亲耳听见的, 说到这里, 已气不成声, 其余六位弟子也都抽抽爷爷哭泣, 林寺中叹道, 定贤师太, 当时确实命我肩负这个重任, 但想我是个年轻男子, 声名又极差, 人人都知我是无形浪子, 如何能做横山派掌门, 只不过眼前当时情势, 我若不搭约, 定贤师太死不瞑目, 哎, 这可为难得紧了, 一和道, 我们, 我们大伙都盼望你, 盼望你来执掌横山门户, 正恶道, 掌门师叔, 你领着我们出生入死, 不准一次救了众弟子性命, 横山派众弟子, 人人都知你是为正人君子, 虽然你是男子, 但本门门规矩中, 却没不许男子做掌门那一条, 一个中年尼姑, 一闻道, 大伙听到师父和师叔缘济的讯息, 自是不胜悲伤, 但得惜, 由掌门师叔你来接掌门户, 恒山一派不知就此覆灭, 都大敢宽慰, 一门道, 我师父和两位师叔都给人害死, 恒山派定自备三位师长, 数月之间先后缘济, 我们可连凶手是谁也不知道, 掌门师叔, 你来做掌门人, 当真是最好不过, 你算定自备, 不妨改名林狐定冲, 若不是你, 也不能给我们三位师长报仇, 林狐冲点点头, 道, 为三位师太, 报出血恨的重任, 我自当肩负, 秦娟道, 你给华山派赶了出来, 线下来做恒山派掌门, 西越北越, 武林中并驾齐驱, 以后你见到岳先生, 也不用叫他做师父了, 最多称他一声岳师兄便是, 林狐冲只有苦笑, 心道, 我可没面目, 再去见这位岳师兄了, 郑恶道, 我们得知两位师尊的恶号后, 奸臣赶往少林寺, 途中又遇到了莫大师伯, 他说, 你已不在寺中, 要我们赶快寻访你掌门师叔, 秦娟道, 莫大师伯说道, 越早寻找你越好, 要是迟了一步, 你给人劝得入了魔教, 正邪水火不容, 恒山派可就没了掌门人了, 郑恶向他白了一眼, 道, 秦师妹便口没遮拦, 蒋门师叔怎会去入魔教, 秦娟道, 是, 不过莫大师伯可真的这么说, 林狐冲心想, 莫大师伯推散得极准, 我没参与日月神教, 相差也只一线之间, 当日仁教主, 若不是以内功秘诀相有, 而是诚诚恳恳地邀我入教, 我情面难却, 又瞧在盈盈和向大哥份上, 说不定会搭运料理了 恒山派大事之后, 变迹加盟, 说道, 因此上, 你们便订了一千两银子上阁, 到处捉拿林狐冲了, 秦娟破涕微笑, 说道, 捉拿林狐冲, 我们怎敢呢, 正饿道, 当时大家听了莫大师伯的吩咐, 便分成七人一对, 寻访掌门师叔, 要请你早上恒山, 处理派中大事, 近日见到陶谷六仙, 他们出口要一千两银子, 只要寻到掌门师叔, 别说一千两, 就是一万两, 我们也会设法换了来给他们, 林狐冲微笑道, 做你们掌门, 别的好处没有, 像贪官屋里土豪猎身化缘要银子, 这副本事大家定有掌绩, 七名弟子想起那日, 在福建向白薄皮化缘之事, 悲苦少艺, 忍不住都脸露微笑, 林狐冲道, 好, 大家不用担心, 林狐冲既搭允了定贤师太, 说过的话不能不算, 我倒不必改名为林狐定冲, 只要你们大家不反对, 我这恒山派掌门是做定了, 咱们吃饱了饭, 这就上恒山去吧, 七名弟子进阶大喜, 林说, 当然不反对, 林狐冲和陶谷六仙共习饮酒, 问起六人要一千两银子何用, 陶根仙道, 野猫子既无师穷得要命, 若没一千两银子便过不了日子, 我们大运给他凑合凑合, 陶干先道, 那日在上林寺中, 我们跟纪无师打了个赌, 桃花先抢着刀, 结果自然是纪无师输了, 这小子只能赢得我们兄弟, 林狐冲寻道, 你们和纪无师打赌, 输得定是你们, 问道, 赌什么事, 陶石先道, 赌的这件事可和你有关, 我们料你一定不会做横山败掌门, 不, 不, 我们料定你必做横山败掌门, 桃花先道, 野猫子却料你必定不做横山败掌门, 我们说, 大丈夫言而有信, 你答应老尼姑做横山败掌门, 天下英雄进阶之文, 怎能抵赖, 桃之先道, 野猫子说道, 林狐冲浪荡江湖, 不久便要娶魔教的圣姑做老婆, 哪肯去跟老尼姑小尼姑们磨过, 林狐冲心想, 野猫子对莹莹十分敬重, 怎会口成魔教, 定是桃古六仙将言语颠倒了来说, 说道, 于是你们便赌一千两银子, 桃根先道, 不错, 当时我们想那是赢定了的, 既无事又到, 这一千两银子可得正大光明正来, 不能去偷去抢, 我说这个自然, 桃古六仙还能去偷去抢吗, 桃叶先道, 今天我们撞到这几个尼姑, 他们打起了锣到处找你, 说要请你去趟横山败掌门, 我们打远帮他们找你, 这寻访分是一千两银子, 林狐冲微笑道, 你们想到野猫子要输一千两银子太过可怜, 因此要挣一千两银子来给他, 好让他输给你们, 桃古六仙齐声道, 正是正是, 你料事如神, 桃叶先道, 和我们六兄弟料事的本事, 以及相差并不太远, 林狐冲等一行往横山进发, 不一日到了山下, 派中弟子早已得训, 骑在山脚下攻后, 见到林狐冲都败了下去, 林狐冲忙急欢礼, 说起定贤定义两位师太逝世之事, 进阶伤感, 林狐冲见一银砸在中弟子之中, 容色憔悴, 也来大见清俭, 问道, 一银师妹, 近来你身子不是吗? 一银眼圈一红, 道, 也没什么, 顿了一顿, 又道, 你做了我们掌门人, 可不能再叫我做师妹了。 一路之上, 一和等都叫林狐冲做掌门师叔, 他叫个人改口, 众人总是不允, 此刻听一银又这般叫, 冷声道, 众位师姐师妹, 林狐冲成本派前掌门师太一命, 前来执掌横山派门户, 其实是无德无能, 绝不敢当。 众弟子都道, 掌门师叔肯付此重任, 实施本派大姓。 林狐冲道, 不过大家, 去大运我一事。 一和等道, 掌门人有何吩咐, 弟子等无有不尊? 林狐冲道, 我只做你们掌门师兄, 却不做掌门师叔。 一和, 一清, 一真, 一文等诸大弟子, 低声商议了几句, 回禀道, 掌门人既如此牵光, 自当从命。 林狐冲喜道, 如此甚好。 当下, 众人供上横山, 横山主风甚高, 众人脚成虽快, 道德见性风风顶, 也花了大半日时光。 横山派主安, 吴四安, 是座小小安堂, 安旁有三十余间瓦房, 分有众弟子居住。 林狐冲见吴四安, 指前后两进, 和构筑宏伟的少林寺相较, 只如楼椅置笔大象。 来到安中, 见堂上供奉一尊白衣观音, 四下礼仪尘不染, 陈设简陋, 想不到横山派威震江湖, 主安竟然质朴若思。 林狐冲, 向观音神像跪拜后, 又一早引导, 来到定贤师太, 日常静修之所, 但见四壁骁然, 这地下有个旧铺团, 此外一无所有。 林狐冲最爱热闹, 爱饮爱食, 如何能在这静如止水的陡市中清修, 若将酒坛子, 鼠狗腿之类搬到这静室来, 未免太过亵渎了。 想雨嫂道, 我虽做横山掌门, 但既不出家, 又不做尼姑, 派中是姐妹们都是女流, 我一个男子, 住在这安中诸多不便, 请你在远处搬空一间屋子, 我和涛谷六仙到那边居住, 较为妥善。 雨嫂道, 是, 风溪有三间大屋, 原是客房, 以供本派女弟子的父母们, 上风探望时住宿之用, 掌门人倘若何意, 便暂且住在那边如何, 咱们另行再为掌门人建造新居, 灵狐冲喜道, 那再好没有了, 另建什么新居倒也不必了, 寻思, 难道我一辈子当着横山派掌门人, 一旦在派中找到合适人选, 只要群弟子扶他, 我这掌门人之位便就传了给他, 我拍拍屁股走路, 到江湖上逍遥快乐去也, 以后横山派若有危难, 我全力扶持便是了。 来到风溪客房, 捡床入桌椅, 便和相间的富农人家相似, 虽仍粗陋, 却以胡思无泽安那样, 空空荡荡地一无所有。 于嫂道, 掌门人请坐, 我去给你拿酒。 灵狐冲喜道, 这山上有酒? 这件事可令他喜出望外。 于嫂微笑道, 不但有酒, 且有好酒, 宜林小师妹听说掌门人要上横山来, 跟我说若无好酒, 只怕你这掌门人坐不长, 我们连夜派人下山, 买得有数十坛好酒在此。 林狐冲有些不好意思, 笑道, 本派人人倾苦, 为我一人太过破费, 那可说不过去。 宜青微笑道, 那日像白薄皮画来的银子, 虽分了一半救济穷人, 还剩下许多, 又卖了那几十匹官马, 掌门师兄便喝十年二十年九千也够了。 当晚, 林狐冲和陶谷六仙痛饮一顿, 此日清晨, 便和于嫂、 宜青宜和等人商议, 如何赢回两位师太的骨灰, 如何设法为三位师太报仇。 宜青道, 掌门师兄接任此位, 需得公告五连同道才是, 也需得遣人告知五月剑派的盟主佐世伯。 宜和怒道, 呸, 师父就是到松山派这批奸贼害死的, 两位师叔多半也是他们下的毒手, 告知他们干什么? 宜青道, 礼数可不能缺了, 待得咱们查明确实, 倘若三位师尊真是松山派所害, 那时在掌门师兄率领之下, 自当大举向他们问罪。 林狐冲点头道, 宜青师姐之言有理, 只是这掌门人马, 做就做了, 这不用行什么典礼了。 记得幼年之时, 师父接任华山掌门, 繁文入节, 着实不少, 上山来道贺观礼的武林同道不计其数。 又想起横山派刘正峰金盆洗手, 横山城中也是群豪必及, 横山派和华山横山两派齐名, 自己出任掌门, 道贺的人如寥寥无几, 未免丢脸, 但如道贺之人极多, 眼见自己一个大男人, 做一群女泥的掌门人, 又未免可笑。 宜青明白他心意, 说道, 掌门师兄不愿惊动武林朋友, 那么届时, 不仅宾客上山观礼也就是了, 但咱们总得定下一个正式就任的日子, 知会四方。 林狐冲心想, 横山派是五岳建派之一, 掌门人就任倘若太过草草, 未免由此横山派威名, 点头称是, 宜青取过一本历本, 翻阅半傻, 说道, 二月十六, 三月初八, 三月二十七, 这三天都是黄道吉日, 大吉大利, 掌门师兄, 你瞧哪一天何事? 林狐冲素来不信什么黄道吉日, 黑道凶日那一套, 心想, 典礼越行得早, 上山来参与的人越少, 就免了不少尴尬狼狈, 说道, 正月里有好日子吗? 宜青道, 正月里好日子倒也不少, 不过都是利于出行破图婚姻开张等等的, 要到二月里才有利于接引作牙的好日子。 林狐冲笑道, 哼, 我又不是做官, 什么接引作牙? 一和笑道, 你不是做过大将军吗? 做掌门人也是接引。 林狐冲不愿扶你众议, 道, 即使如此, 便定在二月十六吧。 当下, 派遣弟子吩咐少林寺赢回两位师太的骨灰, 向各门派分送通知。 他向下山的朱弟子一再叮嘱, 千万不可张扬其事。 又道, 你们向各派掌门人秉明, 定嫌事太远己, 大仇未报, 恒山派众弟子在居桑期内, 不行什么掌门人就任的大点, 请勿请人上山观礼道贺。 打发了下山传训的弟子后, 林狐冲心想, 我既做恒山掌门, 恒山派的剑法武功, 可得好好揣摩一下才是。 当下, 召集留在山上的众弟子, 命个人誓言剑法武功, 自入门的基本功夫练起, 最后是一和一清, 两名大弟子拆招, 施展恒山剑法中最上乘的招式。 林狐冲见恒山派剑法绵密严谨, 常于手欲, 而往往在最令人出其不意之处突出杀招, 剑法绵密有余, 灵力不足, 正是适于女子所使的武功。 恒山派历代高手都是女流, 自不及男子所练的武功那样威猛凶悍, 但恒山剑法可说是破绽极少的剑法之一, 若言手欲之言, 仅逊于武当派的太极剑法, 但偶尔呼出公招, 却又在太极剑法之上, 恒山一派在武林中浊然成家, 自有其独到处。 心想, 在华山丝过崖后洞石壁之上, 曾见到刻有恒山剑法, 便招之惊奇, 远在一和一清所使剑法之上, 但纵是那套剑法亦为人所迫。 恒山派日后要在武林中发扬光打, 其基本剑术显然尚需好好改进才是。 又想起, 曾见定静石台与人动手, 内功浑厚, 昭世老辣, 远非一和等朱弟子所及, 听说定贤石台的武功更高, 看来三位前辈石台的武功, 尚有一大半, 未能为朱弟子所习得, 三位石台数月间先后谢世, 恒山派许多精妙武功, 只怕就此失传了。 一和见他呆呆出神, 怼朱弟子的剑法不置可否, 便道, 掌门师兄, 我们的剑法你自瞧不入眼, 还请多多指点。 灵虎冲道, 有一套恒山派的剑法, 不知三位石台传过你们没有。 从一和手中接过剑来, 将石壁上所刻的恒山派剑法, 一招招使了出来。 他使得甚慢, 好让众弟子看得分明。 使不述招, 群弟子便都大声喝彩, 但见他每一招均包含了本派剑法的精药, 可是变化之奇, 这比自己以往所学每一套剑法都高明的不知多少。 一招一世, 人人瞧得血脉奔章, 心旷神仪。 这套剑招刻在石壁之上, 乃是死的。 灵虎冲始动之时, 将一招招串联在一起, 其中转折连贯之处, 不免加上一些自创的心意。 一套剑法使吧, 群弟子轰然喝彩, 个个喜不自胜, 一起恭身拜福。 疑和道, 掌门师兄, 这明明是我们恒山派剑法, 可是我们从未见过, 只怕师父和两位师叔也是不会, 不知你从何处学来。 灵虎冲道, 我是在一个山洞中的石壁上看来的, 你们倘若愿学, 便传了你们如何? 群弟子大喜, 连声称谢。 这日, 灵虎冲便传了他们三招, 将这三招中的奥妙之处细细分说, 免各弟子自行练习。 剑法虽指三招, 但这三招博大精深, 纵是怡和怡清等大弟子, 也得七八日功夫, 才略明其中精药所在。 至于郑恶、怡林、秦娟等人, 更加不亦领悟。 到第九日上, 灵虎冲又传了他们两招剑法。 这套石壁上的剑法, 招数并不甚多, 却也花了一个多月时光, 才大致受完。 至于是否能融会贯通, 那得瞧个人的修为与悟性啊。 这一个多月中, 下山传讯的众弟子陆续回山, 大都面色不渝, 向灵虎冲回鼎时, 说话吞吞吐吐, 灵虎冲情知, 他们必是受人鸡巢羞辱, 说他们一群尼姑, 却要个男子来做掌门, 也不细问, 只好言安慰几句, 要他们分别向师姐学习所传剑法, 欲有不明之处, 亲自在家指点。 华山派纳通书信, 由于嫂与怡文两名老城持重之人送去, 华山和恒山相距不远, 按理该当早回, 但往南方送信的弟子都已归山, 于嫂和怡文却一直没回来, 眼见二月十六江戒, 始终不见于嫂和怡文的影踪, 于是又派了两名弟子, 宜光宜空前去接应。 群弟子料想, 各门各派, 无人上山道贺观礼, 也不准备宾客的食宿, 大家只除草洗地, 将数十座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个人又均缝了新衣新鞋, 正恶等为林胡冲缝了一件黑色长袍, 以待这日接任时穿着。 恒山是五月中的北月, 福色上黑。 二月十六清晨, 林胡冲起床后出来, 这件渐兴风尝每一座屋子前, 玄灯结彩, 布置得一片喜气, 一众女弟子欣喜, 连一指一线之威, 也均安排得十分妥贴。 林胡冲又惭愧又感激, 心想, 因我之故, 累得两位师太惨死, 他们非但不来怪我, 反而对我如此看重, 林胡冲若不能为三位师太报仇, 好好为恒山派出一番大力, 当真网自为人啊。 呼听的山奥后, 有人大声叫道, 阿林, 阿林, 你爹爹求你来了, 你好不好, 阿林, 你爹爹来了。 声音红亮, 震得山谷间回声不绝, 阿林, 阿林, 你爹爹, 你爹爹。 阿林听到叫声, 忙奔出岸来, 叫道, 爹爹, 爹爹。 山奥后, 转出一个身材魁梧的和尚, 正是一林的父亲不戒和尚, 他身后又有个和尚, 两人行得甚快, 片刻间已走进身来, 不戒和尚大声道, 林胡公子, 你受了重伤, 居然不死, 还做了我女儿的掌门人, 那好得很呐。 林胡冲笑道, 这是托大师的福。 一林走上前去, 拉住父亲的手, 肾是亲热, 笑道, 爹, 你知道今日是林胡师兄 接任恒山派掌门的好日子, 因此来道喜吗? 不戒笑道, 道喜也不用了, 我是来投入恒山派, 大家是自己人, 有道什么喜? 林胡冲微微以惊, 问道, 大师要投入恒山派? 不戒道, 是啊, 我女儿是恒山派, 我是她老子, 自然也是恒山派, 她奶奶的, 我听到人家笑话你, 说那一个大男人, 去来做一群尼姑和女娘的掌门人, 她奶奶的, 他们可不知, 你多情多义, 别有居心。 她眉花眼笑, 显得十分欢喜, 向女儿瞧了一眼, 又道, 老子一拳就打落她满口牙齿, 喝道, 你小子懂个屁, 恒山派怎么全是尼姑和女娘们, 老子就是恒山派的, 老子虽剔了光头, 你瞧, 老子是尼姑吗, 老子解开裤子, 给你瞧瞧, 我伸手便解裤子, 这小子吓得掉头就跑, 哈哈哈哈, 灵狐中和怡林也都大笑, 怡林笑道, 爹爹, 你做事就这么粗鲁, 也不怕人家笑话, 不戒道, 不给他瞧个清楚, 就怕这小子还不是老子是尼姑还是和尚, 灵狐兄弟, 我自己入了恒山派, 又带了个徒孙来, 不可不计, 他说话之时, 随着他上山的那个和尚一直背转了身子, 不跟灵狐中一临朝向, 这时转过身来, 满脸尴尬之色, 向灵狐中微微一笑, 灵狐中只觉那和尚相貌极熟, 一时却记不起是谁, 一正之下, 才认出他竟然便是万里独行田伯光, 不由得大为惊奇, 冲口而出, 是, 是田优? 那和尚正是田伯光, 微微苦笑, 公身向仪林行礼, 道, 参, 参见师父, 仪林也诧异之急, 问道, 你, 你怎么出了家, 是假扮的吗? 不戒大师洋洋得意, 笑道, 货真价实, 同所无欺, 得的确确, 是个和让, 不可不计, 你法名叫什么, 说给你师父听, 田伯光苦笑道, 师父, 太师父给我取了个法名, 叫什么不可不戒, 仪林奇道, 什么不可不戒, 哪有这样长的名字, 不戒道, 你懂得什么, 佛经中的菩萨名字, 要多长便有多长,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名字不长吗? 他的名字, 这四个字, 怎会长了? 仪林点头道, 原来如此, 他怎么出了家, 爹, 是你收了他做徒弟吗? 不戒道, 啊不, 他是你的徒弟, 我是他祖师爷, 不过你是小尼姑, 他拜你为师, 若不做和让, 与衡山派名声有爱, 因此, 我请他做了和让。 仪林笑道, 什么劝他, 爹爹, 您定是硬逼他出家, 是不是? 不戒道, 他是自愿, 出家是不能逼的, 这人什么都好, 就是一样不好, 因此, 我给他取个法名, 叫做不可不戒。 仪林脸上微微一红, 明白了爹爹用意, 田博光这人贪花好色, 以前不知怎样给他爹爹捉住了, 饶他不杀, 却有许多古怪的刑法夹在他身上, 这一次居然又硬逼他做了和尚, 只听不戒大声道, 我发明叫做不戒, 什么清规戒律一概不守, 可是这田博光在江湖上做的坏事太多, 他若不戒了这一招坏事, 怎能在你门下做你弟子, 灵狐公子也不喜欢的, 他将来要传我一波, 因此他法明之中也应该有不戒二字, 呼听的一人说道, 不戒和让和不可不戒投入恒山派, 我们陶谷六仙也入恒山派, 正是陶谷六仙道了, 说话的是陶盖仙, 陶根仙道, 我们最先见到林狐冲, 因此我们六人是大师兄, 不戒和让是小师弟, 林狐冲心想, 恒山派既有不戒大师和田博光, 不妨再收陶谷六仙, 免得江湖上说, 林狐冲是一群尼姑姑娘的掌门, 说道, 六位陶兄肯入恒山派, 那是再好不过, 师兄师弟大小排起来麻烦得紧, 大家都免了吧, 陶叶先胡道, 不戒的弟子叫做不可不戒, 不可不戒将来收了徒弟, 法名叫做什么? 陶叶先道, 不可不戒的弟子, 法名中虚有不可不戒四字, 可称为当然不可不戒, 陶知先问道, 那么当然不可不戒的弟子, 法名又叫做什么? 林狐冲见田博光处境尴尬, 便携了他手道, 我有几句话问你, 田博光道, 是, 二人夹紧脚步走出了树杖, 却听得背后陶盖先说道, 他的法名可以叫做理所当然不可不戒, 陶华先道, 那么理所当然不可不戒的弟子, 法名又叫做什么? 陶根先道, 上面加不上了, 只好加在下面, 叫做理所当然不可不戒之志 田博光苦笑道, 林狐掌门, 那日我受太师傅逼迫, 来华山用你去见小师太, 这中间的经过反正一言难尽, 林狐冲道, 我只知他逼你服了毒药, 又骗你说点了你的死穴, 田博光道, 这件事得从头说起, 那日在衡山群运院外, 跟鱼矮子打了一架, 心想这当湖南白道上的好手太多, 不能多担, 于是北上河南, 这天说来惭愧, 老毛病发作, 在开封府黑夜里摸到一家富家小姐的闺房之中, 我掀开沙掌, 伸手一摸, 竟摸到个光头, 林狐冲笑道, 不料是个尼姑, 田博光苦笑道, 不, 是个和尚, 林狐冲哈哈大笑, 说道, 小姐秀背之内是这个和尚, 想不到这位小姐偷汉, 偷的却是个和尚, 田博光也要头道, 不是, 那位和尚便是太师傅了, 原来太师傅一直便在找我, 终于得到线索, 找到了开封府, 我白天在这家人家左近菜盘子, 给太师傅瞧在眼里, 他老人家撂到我不怀好意, 跟这家人说了, 叫小姐躲了起来, 他老人家睡在床上等我, 林狐冲笑道, 田兄这一下就吃了苦头, 田博光苦笑道, 那还用说吗, 当时我一伸手摸到太师傅的光头, 辨知不妙, 跟着小夫上一麻, 一给点中了穴道, 太师傅跳下床来点了灯, 问我要死要活, 我自知一生作恶多端, 终有一日会遭到报应, 当下便道, 要死, 太师傅大为奇怪, 问我为什么要死, 我说, 我不小心给你治住, 难道还能想活命吗, 太师傅脸孔一板, 怒道, 你说不小心给我治住, 倒想如果小心些, 便不会给我治住了, 好, 他说了这个好字, 一伸手便解开了我穴道, 我坐了下来, 问道, 有什么吩咐, 他说, 你带的有刀, 干嘛不向我砍, 你生的有脚, 干嘛不跳窗逃走, 我说, 姓田的男子汉大丈夫, 其实这等无耻小人, 他哈哈一笑, 道, 你不是无耻小人, 你大愿拜我女儿为师, 怎的赖了, 我大事奇怪, 问道, 你女儿, 他道, 在那酒楼之上, 你跟那华山脉的小伙子打赌, 说道, 输了便拜我女儿为师, 难道那是假的, 我上横山去, 跟我女儿相认, 他一无一时, 从头至尾的都跟我说了, 我道, 原来如此, 那个小尼姑是你大和尚的女儿, 那倒奇了, 他道, 有什么奇怪了, 我自然说不出, 林胡冬笑道, 哼, 这件事本来颇为奇怪, 人家生了个女儿, 再做和尚, 不戒大师, 却是做了和尚再生女儿, 他法名叫做不戒, 便是什么清规戒律, 都不遵守之意, 天不光道, 是啊, 当时我说, 打赌之事乃是戏言, 又如何当得真, 这场打赌是我输了, 那不错, 我再也不去骚扰那位小师傅, 也就是了, 太师傅道, 那不行, 你说过要拜师, 一定得拜师, 你非拜我女儿为师不可, 我可不能生了个女儿去让人欺辱, 我一路上找你, 功夫花得着实不小, 你这小子滑溜得紧, 你如不再干着采花的勾当, 要捉到你还真不容易, 我见他纠缠不清, 当下一个倒踩三叠云, 从窗口中跳了出去, 在下自以为轻功了得, 太师傅定然追赶不上, 不料, 只听在背后脚步声响, 太师傅直追了下来, 我叫道, 大和尚, 刚才你没杀我, 我此刻也不杀你, 你再追来, 我可要不客气了, 太师傅哈哈笑道, 你怎声不客气, 我拔刀转身, 向他砍了过去, 但太师傅的武功也真高强, 他以一双肉掌和我拆招, 封得我的快刀, 没法递进招去, 拆到四十招后, 他一把抓住我后颈, 跟着又将我单刀夺了下来, 问我, 服了没有, 我说服了, 你杀了我吧, 他道, 我杀了你又什么又, 又救不活我女儿了, 我吃了一惊, 问道, 小时代死了吗, 他道, 这时候还没死, 可也就差不多了, 我在横山见到他, 他瘦得皮包骨头似的, 见到我就哭, 我慢慢问明白了他的事, 原来都是给你害的, 我说, 你要杀便杀, 天不光, 生平光明磊落, 不打黄语, 我本想对你的小姐无礼, 可是他给华山派的灵狐中救了, 天某可没侵犯到你小姐, 他仍是一位冰清玉洁的姑娘, 啊不, 是冰清玉洁的尼姑师太, 太师父道, 你奶奶的冰清玉洁有什么用, 我闺女生了相思病了, 倘若灵狐中不娶她, 她便活不了了, 但我一提到这件事, 我闺女便骂我, 说什么出家人不可动烦心, 否则菩萨要责怪, 死后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他说了一会儿, 忽然揪住我头颈, 骂我, 臭小子, 都是你搞出来的事, 那日若不是你对我女儿非礼, 林狐中便不会出手相救, 我女儿就不知受成这个样子, 我道那倒不然, 小师太美若天仙, 当日就算不对她无礼, 林狐中也必定会另借阴头, 向前去勾勾搭搭, 林狐中皱眉道, 田兄, 你这几句话可未免过分了, 田伯光笑道, 对不起, 这可得罪了, 当时情势危急, 我若不这么说, 太师父绝技不会放我, 果然他一听之下, 便即转怒为喜, 说道, 臭小子, 你自己想想, 你一生做过多少坏事, 要不是你非礼我女儿, 老子早就将你脑袋泥扁了, 林狐中祈祷, 你对他女儿无礼, 他反而高兴, 田伯光道, 那也不是高兴, 他赞我有眼光, 林狐中不仅玩耳, 田伯光道, 太师父左手将我踢在半空, 右手打了我十七八个耳光, 我给他打得晕了过去, 他将我进入小河之中, 进醒了我, 说道, 我献你一个月之内, 去请林狐中到恒山来见我女儿, 就算一时不能娶她, 让她们说说情话, 也是好的, 我女儿的一条性命, 就可保得下来了, 师父有难, 你做徒弟的怎可不救, 他点了我几柱学套, 说是死学, 又逼我服了一剂毒药, 说道, 倘若一个月之内, 要得你去见小师太, 便给解药, 否则剧毒发作, 无药可救, 林狐中这才恍然, 当日, 田伯光到华山来邀自己下山, 满腹难言之隐, 什么都不肯明说, 怎料到期间竟有这许多过节, 田伯光叙道, 我到华山来邀你大驾, 却给你打得一败涂地, 直到这番再也性命难保, 不了太师父放心不下, 亲自带同小师太上华山来找你, 又给了我解药, 我听从你的劝, 从此不再做采花兼银的勾当, 不过天博光, 天生好色, 女人是少不了的, 反正身边金银有的是, 要找荡妇银娃, 娼妓歌女, 丝毫不是难事, 半个月前, 太师父又找到了我, 说你做了恒山拜掌门, 却给人家背后讥笑, 江湖上的名声不大好听, 他老人家爱屋即屋, 爱女即蓄, 林狐中正没道, 田兄, 这等无聊的话, 以后可再也不能出口, 天博光道, 是是, 我只不过转述太师父的话而已, 他说他老人家要投入恒山派, 叫我跟着一起来, 第一步他要带女收徒, 我不敢答应, 他老人家挥拳就打, 我打是打不过, 逃又逃不了, 只好拜师, 说到这里愁眉苦脸, 神则甚是难看, 林狐中道, 就算拜师也不一定需做和尚, 少林派不也有许多俗家弟子, 天博光摇头道, 太师父是另有道理的, 他说, 你这人太也好色, 入了恒山派, 师伯师叔们都是美貌尼姑, 那个大大不妥, 需得斩草除根, 放为上侧, 他出手将我点倒, 拉下了我的裤子, 提起刀来, 就这么咔的一下, 将我那话斩去了半截, 林狐中一惊, 啊的一声摇了摇头, 虽觉此事甚惨, 但想, 田博光一声所害的梁家妇女太多, 那也是应得之宝, 田博光也摇了摇头, 说道, 当时我便晕了过去, 带得行转, 太师父已给我敷上了金疮药, 包好伤口, 命我养了几日伤, 跟着便逼我剃度, 做了和尚, 给我取个法名, 叫做不可不戒, 他说, 我一斩了你那话, 你也干不得采花坏事, 本来也不用做和尚, 我叫你做和尚, 取个不可不戒的法名, 而以便众所周知, 那是为了横山派的名声, 本来嘛, 做和尚的人跟尼姑们混在一起大大不妥, 但打名招牌不可不戒, 就不要紧了, 林胡冲微笑道, 你太师父倒挺细心, 向着周到, 田博光道, 太师父说, 为了宝贝女儿, 只好用尽心思要救她一命, 太师父要我向你说明此事, 又要我请你别责怪我师父, 林胡冲起道, 我为什么要责怪你师父, 全没这回事事, 田博光道, 太师父说, 每次见到我师父, 他总更加瘦了一些, 脸色也越来越坏, 问其他时, 他总是流泪, 一句话不说, 太师父说, 定是你欺负了他, 林胡冲惊道, 没我, 我从来没重言重语, 说过你师父一句, 再说, 他什么都好, 我怎会责骂他, 田博光道, 就是你从来没骂过他一句, 因此我师父要哭了, 林胡冲道, 这个我可不明白了, 田博光道, 太师父为了这件事, 又狠狠打了我一顿, 林胡冲搔了搔头, 心想这不介大师之虎脚蛮缠, 与韬骨六仙,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田博光道, 太师父说, 他当年和太师母做了夫妻后, 时时吵嘴, 越骂得凶, 越是恩爱, 你不骂我师父, 就是不想娶他为妻, 林胡冲道, 这个, 你师父是出家人, 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件事, 田博光道, 我也这样说, 太师父大大生气, 便打了我一顿, 他说, 我太师母本来是尼姑, 他为了要娶她, 才做和尚, 如果出家人不能做夫妻, 世上怎会有我师父这人, 如果世上没有我师父, 又怎会有我, 林胡冲忍不住好笑, 心想, 你比伊林小师妹年纪大得多, 两桩是怎能拉扯在一起, 田博光又道, 太师父还说, 如果你不是想娶我师父, 干嘛要做横山派掌门, 他说, 横山派尼姑最多, 可没一个, 比我师父更貌美的, 人人差得远了, 你不是为我师父, 却又为了哪一个尼姑, 林胡冲暗暗叫苦不迭, 心想, 福吉大师当年为了娶一个尼姑为妻, 才做和尚, 他知道, 普天下人个个和他一般心肠, 这句话如传了出去, 岂不糟糕之至, 田博光苦笑道, 太师父问我, 我师父是不是世上最美貌的女子, 我说, 就算不是最美, 那也是美得很啊, 她一拳打落了我两枚牙齿, 大发脾气, 说道, 为什么不是最美, 如果我女儿不美, 你当日, 为什么意图对她非礼, 林胡冲这小子, 为什么舍命救她, 我连忙说, 最美最美, 太师父, 你老人家生下来的姑娘, 岂有不是天下最美貌之礼, 她听了这话这才高兴, 大赞我眼光高明, 林胡冲微笑道, 一人小师妹本来相貌甚美, 那也难怪不接大师夸耀, 田博光喜道, 你也说我师父相貌甚美, 那就好极了, 林胡冲喜道, 为什么那就好极了, 田博光道, 太师父交了一件好差事给我, 说道, 着落在我身上, 要我设法叫你, 叫你, 林胡冲道, 叫我什么, 田博光笑道, 叫你做我的师公, 林胡冲一呆, 道, 田兄, 不接大师爱女之心, 无微不至, 然而这桩事情, 你也明知是办不到的, 田博光道, 是啊, 我说那可难得很了, 说你曾为了神教的人大小姐, 率众攻打少林寺, 我说, 人大小姐的相貌, 虽急不上我师父的议程, 可是林胡公子和她有缘, 你给她迷上了, 旁人那也没法可施, 林胡公子, 在太师父面前, 我不得不这么说, 以便保着几枚牙齿来吃东西, 你可别见怪, 林胡冲微笑道, 我自然明白, 田博光道, 太师父说, 这件事他也知道, 他说, 那很好办, 显个法子将人大小姐杀了, 不让你知道, 那就成了, 我忙说不可, 倘若害死了人大小姐, 林胡公子一定自杀, 太师父道, 这也说的是, 林胡冲这小子死了, 我女儿要守活寡, 岂不倒霉, 这样吧, 你去跟林胡冲这小子说, 我女儿嫁给他做二房, 也无不可, 我说, 太师父, 你老人家的堂堂千金, 岂可如此委屈, 他叹道, 你不知道, 我这个姑娘如嫁不成林胡冲, 早晚便死, 定然活不久长, 他说到这里, 突然流下泪来, 哎, 这是妇女天性, 真情流露, 可不是假的, 两人面面相对, 都敢尴尬, 天博光道, 林胡公子, 太师父对我的吩咐, 我都对你说了, 我知道, 这其中颇有难处, 尤其你是横山派掌门, 更加犯计, 不过, 我劝你, 对师父多说几句好话, 让他高高兴兴, 将来再瞧着办吧, 林胡冲点头道, 是啦, 想起这些日来, 每次见到宜林, 确实见他日渐受损, 却原来是为相思所苦, 宜林对他情深欲望, 他如何不知, 但他是出家人, 又年纪又小, 料想这些闲情, 烧经时日, 也便收拾起了, 此后在仙侠岭上和他重逢, 自敏至干, 始终没单独跟他说过什么话, 此番上横山来, 更加大必嫌疑, 自己名声早就不佳, 与世人毁日, 缘不放在心上, 可不能毁了横山派的清明, 事宜, 除了向横山女弟子传授剑法之外, 平日极少和谁说什么闲话, 往日装疯喬治的小丑模样, 更早已说得干干净净, 此刻, 听田博光说到往事, 宜林对自己的一番柔情, 墨地里涌上心头, 眼望着远处山头, 挨挨白雪, 正自沉思, 呼听的山道上, 有大群人喧哗之声, 渐行风上, 向来清静, 从无有人如此嘲嚷, 争差一间, 只听得脚步声响, 数百人永将上来, 当先一人叫道, 恭喜灵狐公子, 你今日大喜啊, 这人又矮又肥, 正是老头子, 他身后, 既吴师, 祖千秋, 以及黄伯流, 司马大, 蓝凤凰, 游训, 墨北双雄等一杆人, 竟都到了, 林狐冲又惊又喜, 忙迎上前去, 说道, 在下受定闲事态一命, 只在前来, 只让横山门户, 没敢惊动众位朋友, 自己大伙都到了, 这些人曾随随灵狐冲攻打少林寺, 经过一场生死搏斗, 已是患难之交, 众人纷纷抢上, 将他围在中间, 十分亲热, 老头子大声道, 大伙儿, 听得公子已将圣姑接了出来, 人人都十分欢喜, 公子出任横山派掌门, 此事早已轰传江湖, 大伙儿今日若不上山道贺, 可真该死至极了, 这些人豪迈爽快, 三言两语之间已笑声一片, 林寺中自上横山之后, 对着一群尼姑姑娘说话形势, 无不极尽拘束, 此刻陡然间遇上这许多老友, 自不胜之喜, 黄渤流道, 我们是不速之客, 横山派未必备有我们这些除胚的饮食, 酒吃饭菜, 这就挑上山来了, 林寺中喜道, 那就再好没有了, 心想, 这情景倒是当年五霸岗上的群豪大会, 说话之间, 又有数百人上山, 继无师笑道, 灵狐公子, 咱们自己人不用客气, 你那些思思文文的女弟子, 也招呼不来我们这些浑人, 大家自辩最好, 这时, 尽兴封赏已喧闹成一片, 横山众弟子绝未料到, 竟有这许多宾客道贺, 均各兴奋, 有些见多识广的老成弟子, 察觉来客的这些客人颇为不伦不类, 虽有不少知名之士, 却均是邪派高手, 许多是陆林英雄黑道豪客, 横山派门归素颜, 群弟子人人洁身自爱, 纵然同是政教之士也少交往, 这些左道旁门的人物向来对之绝不理睬, 今日竟一窝蜂地拥上风来, 但眼见掌门人和他们抱腰拉手, 神态亲热, 也只得自己心下嘀咕而已, 到着午间, 数百名汉子挑了鸡鸭牛羊, 韭菜饭面来到风上, 林虎冲心想, 进兴风上供奉白衣观音, 自己一座掌门人便挤大鱼大肉杀猪宰羊, 未免对付住横山台历代祖宗, 当下命这些汉子在山腰间埋造造饭, 一阵阵酒肉香气飘江上来, 群泥无不暗暗皱眉, 群豪用过中饭, 团团在进兴风储安前的矿地上坐定, 林虎冲坐在牺手之侧, 数百名女弟子依着掌幼之序站在他身后, 只待机拾一套便行接任之力。 忽听的私主声响, 一群乐手吹着销底上风, 中间两名轻衣老者大踏步走上前来, 群豪中一压之声四起, 不少人站起身来, 左手轻衣老者腊黄面皮, 朗声说道, 日月神教东方教主, 委派两位长老, 甲步上官云, 前来祝贺灵湖大侠, 容忍恒山派掌门, 公主恒山派发扬光大, 灵湖掌门, 威震武林。 此言一出, 群豪都啊的一声, 轰然叫了起来。 这些左道之士, 大半与魔教脱有瓜葛, 其中还有人服了东方不败的三师脑神丹, 听到东方教主四字, 便即心惊胆战, 群豪就算不识得这两个老者的, 也都久闻其名, 左手那人是黄面尊者甲步, 右手那人父姓上官, 单名一个云子, 外号叫做雕侠, 两人武功之高, 据说远在一般寻常门派的掌门人与帮主总舵主之上, 两人在日月神教中的资历也不甚深, 但近数年来, 教中变迁甚大, 元老其宿, 如相问天一类人, 或遭排斥, 或自行退隐, 眼前甲步与上官云, 是教中极有权势, 极有头脸的第一流人物, 这一次东方不败派他二人亲来, 对林狐冲可说是给足面子了, 林狐冲上前相迎, 说道, 在下与东方先生素不相识, 有劳二位大驾, 亏不敢当, 他见到那黄面尊者甲步, 一张瘦脸, 辣也似黄, 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 便如藏了一枚核桃相似, 那雕侠上官云, 长手长脚, 双目金光灿烂, 甚有威胁, 足家二人内功, 君胜深厚, 甲步说道, 林狐大侠今日大喜, 东方教主说道, 原该亲自前来道贺才是, 只是教中俗物羁绊, 难以分身, 林狐掌门无怪才好, 林狐冲道, 不敢, 心想, 瞧东方不败这副牌照, 任教主自是尚未夺回教主之位, 不知他和向大哥, 银银三人现下怎样了, 甲步侧过身来, 左手一摆, 说道, 一些宝礼, 是东方教主的小小心翼, 请林狐掌门神呐, 私竹声中, 数十名汉子, 拍了四十口朱漆大箱上来, 每一口箱子, 都有两名钻汉抬着, 乔个人脚步沉重, 箱子中所装物是着实不清, 林狐冲忙道, 两位大驾光临, 林狐冲已敢荣宠, 如此重礼, 却万万不敢拜领, 还请尚副东方先生, 说道林狐冲多谢了, 恒山弟子山居倾苦, 也不需有这些华贵的物事, 甲步道, 林狐掌门若不孝纳, 在下与上官兄弟可为难得紧了, 略略侧头, 向上官云道, 上官兄弟, 你说这话对不对, 上官云道, 正是, 林狐冲心下为难, 恒山派是正教门派, 和你魔教势同水火, 就算双方不打架, 也不能结交为友, 再说, 任教主和盈盈 就要去跟东方不败算账, 我只能收你的礼物, 便道, 两位兄台请尚副东方先生, 左次万万不敢收受, 两位倘若不肯将原理带回, 在下只好遣人送到贵教总坛了, 甲布温威一笑, 说道, 灵狐掌门可知这四十口香中, 装的是什么物事? 灵狐冲道, 在下自然不知, 甲布笑道, 灵狐掌门看了之后, 一定再也不会退却了, 这四十口香中所装, 其实也并非全是东方教主的礼物, 有一部分原是该属灵狐掌门所有, 我们抬了来, 只物归原主而已, 灵狐中大骑道, 怎么会是我的东西? 那是什么? 甲布踏上一步, 低声道, 其中大多数是任大小姐留在黑木崖上的衣衫首饰和常用物事, 东方教主命在下送来, 以供任大小姐应用, 另外也有一些是教主送给灵狐大侠与任大小姐的宝礼, 许多物事混在一起, 分也分不开, 灵狐掌门也不用客气了, 哈哈, 灵狐中生性豁达随便, 向来布拘小节, 见东方不败送礼之意甚成, 其中又有许多是盈盈的衣物, 却也不变兼具, 跟着哈哈一笑, 说道, 如此多谢了, 只见一名女弟子快步过来, 并道, 武当派冲需道长亲自来道贺, 灵狐中吃了一惊, 忙迎道风前, 只见冲须道人带着八名弟子走上风来, 灵狐中攻身行礼, 说道, 有劳道长大驾, 灵狐中感激不尽, 冲须道人笑道, 老弟容认恒山掌门, 贫道文之, 不胜之喜, 少林寺方正方生两位大师也要前来道贺, 不知他们两位道了没有, 灵狐中更是惊讶, 便在此时, 山道上走上来一群僧人, 当下二人大秀飘飘, 正是方正方长和方生大师, 方正叫道, 崇须道兄, 你矫程好快, 可逼我们先到了, 灵狐中迎下山去, 叫道, 两位大师亲临, 灵狐中可以客当, 方生笑道, 灵狐少侠, 你曾三入少林, 我们到横山来回拜一次, 那也是礼上王来啊, 灵狐中将一众少林僧和武当道人迎上风来, 封上群侯见少林武当两大门派的掌门人亲身驾道, 无不害意, 说话也不敢这么大声啊, 横山一众女弟子各个喜兴于色, 君想, 掌门师兄的面子够大得紧啊, 甲步与上官云对望一眼, 站在一旁, 对方正, 方生, 冲须等人上风, 似是视而不见, 灵狐中招呼方正大师和冲须道人上座, 寻思, 记得师父当年接任华山派掌门, 少林派和武当派的掌门人并未到来, 只遣人道贺而已, 其实我虽年幼, 不知有哪些宾客, 但师父师娘后来跟众弟子讲述当年就任掌门时的风光, 也从未提过少林武当的掌门人大家光临, 今日他二位同时到来, 难道真的是向我道贺, 还是别有用意? 这时, 上风来的宾客络绎不绝, 大都是当日曾参与攻打少林寺之役的群豪, 此外, 昆仑派, 典仓派, 峨眉派, 空同派, 清城派, 丐帮等各大门派帮会, 也都派人呈上掌门人帮主的贺铁和礼物, 林湖中见贺客众多, 心下释然, 他们都是瞧着恒山派和定贤师太的面才来道贺, 可不是凭着我林湖中的面子, 松山, 华山, 恒山, 泰山四派, 却均为前人来贺, 耳听得砰砰砰三声号炮, 及时已戒, 林湖中站到场中, 攻身抱拳, 向众人团团为礼, 朗声说道, 恒山派前任掌门定贤师太, 不幸遭人暗算, 与定一师太同时缘济, 小子林湖中, 秉承定贤师太一命, 接掌恒山一派的门户, 承众位前辈众位朋友不弃, 大驾光临, 恒山派上下同盟荣宠, 不胜感激, 庆博声中, 恒山派群弟子列成两行, 鱼贯而前, 居中是一和, 一清, 一真, 一智, 四名大弟子, 四名大弟子手捧法器, 走到林湖中面前, 攻身行礼, 林湖中长衣还礼, 一和说道, 四见法器, 乃恒山派创派之组, 小丰师太所传, 向由本派掌门人接管, 新任掌门人, 林湖师兄便请收领, 林湖中应道, 是, 四名大弟子将法器依次帝国, 乃是一卷经书, 一个木鱼, 一串念珠, 一柄短剑, 林湖中见到木鱼念珠, 不由得发炯, 只得伸手接过, 双眼视地, 不敢与众人目光相接, 宜青展开一个卷轴, 说道, 恒山派门人, 须当严守佛界, 以及本门五大戒律, 一戒犯上五逆, 二戒同门相残, 三戒妄杀无辜, 四戒持身不正, 五戒结交奸邪, 恒山派祖宗遗训, 掌门师兄, 须当身体力行, 都帅弟子, 一概领尊, 林湖中应道, 是, 心想, 前三戒倒也罢了, 可是林湖中持身不大端正, 至于, 不得结交奸邪那一款, 更加令人为难, 即使上风来的宾客, 倒有一大板, 是左道旁门之事, 呼听的山道上, 有人叫道, 五玉剑派左蒙主有令, 林湖中, 不得善窜, 恒山派掌门之位, 呼喝声中, 五个人飞奔而至, 后面跟着数十人, 当先五人各执一面锦旗, 正是五玉剑派的蒙旗, 五人奔至人群外, 数帐外站定, 居中那人高大魁梧, 五十来岁年纪, 林湖中认得此人, 姓丁明勉, 外号托塔兽, 是松山掌门左冷禅的师弟, 松山十三太保中的第一太保, 当日曾在耀王庙外见过, 当下抱拳说道, 丁前辈, 您好, 丁敏将手中锦旗一盏, 说道, 恒山派是五玉剑派之一, 徐尊左蒙主号令, 林湖中道, 丁前辈想必忘了, 那日在浙南龙泉驻剑谷中, 松山派的朋友们, 假扮日月教人士, 围攻定贤定义两位师太, 死伤了多位恒山师姐妹, 定贤师太早已言明, 恒山派从此不奉左蒙主号令, 这番言语, 想来姓赵姓张姓司马那三位仁兄, 都已禀宁左掌门了, 林湖中, 接掌恒山门户, 自当遵奉定贤师太一命, 不再加盟五玉剑派, 这时, 其余数十人都已上风, 却是松山, 华山, 恒山, 泰山四派的弟子, 华山派那八人, 都是林湖中当年的师弟, 林平之却不在其内, 这十人分城四列, 手腕剑柄, 莫不作声, 丁勉大声道, 恒山一派, 向由出家的女泥执掌门户, 林湖中身为男子, 即可坏了恒山派, 数百年来的规矩, 林湖中道, 规矩是人所创, 也可由人所改, 况且, 恒山派早已不奉左盟主号令, 恒山派之事, 与松山派全部相干, 群豪之中, 已有人向丁勉叫骂起来, 他恒山派的事, 要你松山派来, 多管什么尿闲事, 你奶奶的, 快给我滚吧, 什么五岳盟主, 狗屁盟主, 好不要脸, 当年, 恒山派刘正峰, 已与金盆洗手退出武林, 左冷禅派出丁勉, 陆白, 费斌等松山派高手, 率领史登达等弟子, 习五岳令旗前来阻止, 由于事先布置周祥, 声势浩大, 泰山, 华山, 恒山各派首脑, 均无法与抗, 最后, 刘正峰不但金盆洗手之举作罢, 其弟子家人, 亦都死于非命, 定义士台, 曾与主持公道, 从中调解, 但为丁勉饥伤, 愤而退走, 近日松山派的作为, 与当年阻止刘正峰金盆洗手, 甚为相似, 而派来的人马, 除松山派之外, 尚有华山, 恒山, 泰山三派弟子, 声势, 更叫当日恒山公留为胜, 一和一清等恒山弟子, 原不免心中立立, 然间贺客慎重, 不但少林, 武当两派掌门亲临, 更有五湖四海的豪室近千人, 松山派再想救世重演, 强行阻止临湖中, 接掌恒山派门户, 只怕难以办到了, 眼见群豪气势盛壮, 心中登吉大定, 反觉这些人乱糟糟地来捣乱一番, 倒与己方有利, 丁勉向林湖中道, 这些口中乌颜之人, 来这里干什么来着, 林湖中道, 这些兄派都是在下的朋友, 是上风来管理的, 丁勉道, 这就是了, 恒山派五大戒律, 第五条是什么, 林湖中心道, 你存心跟我过不去, 我便来跟你抢遍, 说道, 恒山五大戒律, 第五戒是, 不得结交奸邪, 像丁兄这样的人, 以及松山派其余的奸邪之徒, 林湖中是坚决不会结交的, 群侯一听, 灯屎轰笑起来, 都道, 见邪之徒, 快快滚吧, 丁勉以及松山, 华山等各派弟子, 见了这等声势, 均想, 敌众我寡, 对方倘若翻脸动手, 那可糟糕, 丁勉更想, 左师哥, 这次可失算了, 他料想, 见性风上冷冷清清, 只不过一些横山派的尼姑姑娘, 我们四派数十名好手, 尽可治得住, 林湖中见数虽近, 我们称他手中无箭之时, 使兄弟五人突以拳脚加工, 必可取他性命, 那只贺客经这么多, 连少林武当的两大掌门也到了, 当下转身向方正和冲须说道, 两位掌门是当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人所供养, 今日需请两位说句公道话, 林湖中招揽了这许多妖魔鬼怪来到横山, 是不是坏了横山派, 不得解交奸邪这条门规, 横山派这样一个历史已久, 享誉慎龙的名门正派, 在林湖中手中转眼便闹得万劫不复, 两位是否坐视不理, 方正咳嗽一声, 说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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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心想, 此人的话倒也在理, 这里果然大多数是旁门左道之事, 可是, 难道要林湖中将他们都逐下山去不成? 呼听的山道上传来一个女子清脆的叫声, 日月神教, 人大小姐到! 林湖中惊喜交集, 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 银银来了, 急步奔到崖边, 只见两名大汉抬着一程清泥小轿, 快步上风, 小轿之后跟着四名轻衣女婢, 左道拳喉听得盈盈到来, 纷纷冲下山岛去迎接, 欢声雷动, 拥着小轿来到风顶, 小轿停下, 轿围掀开, 走出一个身穿淡绿衣衫的艳美少女, 正是盈盈, 群豪大声欢呼, 圣姑!圣姑! 一起恭身行礼, 瞧这些人的神情对盈盈又敬畏又感佩, 欢喜之情出自心底, 林湖中走上几步, 微笑道, 盈盈, 你也来了, 盈盈微笑道,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我怎能不来? 眼光四下一扫, 走上几步, 想方正与冲须二人, 脸刃为礼, 说道, 方正大师, 掌门道长, 小女子有礼, 方正和冲须一起还礼, 心下都想, 你和林湖中再好, 今日却也不该前来, 这可叫林湖中更加为难了, 丁勉大声道, 这个姑娘是魔教中的要件人物, 林湖中, 你说是也不是, 林湖中道, 是又怎样? 丁勉道, 恒山派五大戒律, 规定不得结交奸邪, 你若不与这些奸邪人物一刀两断, 便做不得恒山派掌门, 林湖中道, 做不得便做不得, 那又有什么打击? 盈盈向他瞧了一眼, 目光中深情无限, 心想, 你为了我, 什么都不在乎了, 问道, 请问林湖掌门, 这位朋友是什么来头, 凭什么来过问恒山派之事? 林湖中道, 他自称是松山派左掌门派来的, 手中拿的便是左掌门的令旗, 别说这是左掌门的一面小小令旗, 就是左掌门自己亲自, 又怎管得了我恒山派的事? 盈盈点头道, 不错, 想起那日少林寺比武, 左冷禅千方百计的为难, 寒冰真气, 又是爹爹身受重伤, 险些性命不保, 不由得恼怒, 说道, 谁说这是五岳剑派的蒙旗, 他是来骗人的? 一言未必, 身子微话, 左手中已多了饼寒光闪闪的短剑, 极想盯免胸口刺去, 盯免武功虽高, 但万万料不到, 这样一个娇气界的美貌少女, 说打便打, 事先更没半点阵招, 出手如电, 挺剑便刺了过去, 拔剑招架已然不及, 只得侧身闪避, 他更没料到, 盈盈这一招乃是虚招, 身子略转之际, 右手稍松, 手中锦旗已给这姑娘夺了过去, 盈盈身子不停, 连刺五剑, 连夺五面进棋, 所使身法剑招一模一样, 五招皆是如此, 松山派其余四人都是丁缅的师弟, 各个拳脚功夫甚为了得, 左冷禅派了来, 原是要避灵狐中剑招之长, 以拳脚袭击灵狐中的, 可是盈盈出手实在太快, 一煞之间给他骑兵突出, 供了个措手不及, 与其说是疏招, 还不如说是中了棋席暗算, 盈盈手道齐来, 转到了灵狐冲身后, 大声道, 灵狐掌门, 这些棋果然是假的, 这他里是五月剑派的令棋, 这是五仙教的五毒棋啊, 他将手中五面锦棋将了开来, 人人看得明白, 五面棋上分别绣着青蛇, 蜈蜈蝎蝎蝎蝎蝠, 五样毒物, 色彩鲜明, 栩栩如生, 哪里是五月剑派的令棋了, 丁棉等人只惊得目瞪口呆, 说不出话来, 老头子祖千秋等群豪却大声喝彩, 人人捐知, 盈盈夺到令棋之后, 立即便掉了包, 将五月令棋换了五毒棋, 只他手脚实在太快, 谁也没看清楚他掉棋之举, 盈盈叫道, 蓝教主, 人群中, 一个身穿苗夹装束的美女站了出来, 笑道, 在, 圣姑也何吩咐, 正是五仙教教主蓝凤凰, 盈盈问道, 你教中的五毒棋, 怎会落入了松山派手中, 蓝凤凰笑道, 这几个松山弟子, 都是我教下女弟子的好朋友, 想必是他们甜言蜜语, 将我教中的五毒棋骗了去玩, 盈盈道, 原来如此, 这五面棋便还了你吧, 说着将五面棋子至江过去, 蓝凤凰笑道, 多谢, 伸手接了, 丁勉怒急大骂, 五齿妖女, 在老子面前是这奄奄的妖法, 快将令棋还来, 盈盈笑道, 哼, 你要五毒棋, 不会向蓝教主去讨吗, 丁勉无法可施, 向方正和冲虚道, 方正大师, 冲虚道长, 请您二位德高望重的前辈, 主持公道, 方正道, 这个, 不得结交奸邪, 恒山派戒律中原是有这么一条, 不过, 今日江湖上朋友们前来观礼, 灵狐掌门也不能闭门不纳, 太不给人家面子, 丁勉突然指着人群中一人, 大声道, 他, 我认识他是采花大盗田伯光, 他这么扮成个和尚, 便想瞒过我的眼去吗, 想这样的人, 也是灵狐中的朋友, 立声道, 田伯光, 你到横上干什么来着, 田伯光道, 拜师来着, 丁勉气道, 拜师, 田伯光道, 正是, 走到仪林面前, 鬼下磕头, 叫道, 师父, 弟子请安, 弟子痛改前非, 法名叫做不可不戒, 仪林满脸通红, 侧身避过, 道, 你, 你, 银应笑道, 田师父有心改邪归正, 另投名师, 那是再好不过, 他落发出家, 法名不可不戒, 更显得奇异极成, 方正大师, 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一个人只要决心改过千善, 佛门广大, 便会给他一条自新之路, 是不是? 方正喜道, 正是, 不可不戒投入横山派, 从此严守门规, 实施武林之福, 银应大声道, 众位听了, 咱们今日到来, 都是来投横山派的, 只要林湖掌门肯收留, 咱们便都是横山派, 横山弟子了, 横山弟子怎能算是要挟, 林湖冲恍然大悟, 原来银应早料道, 我身为众女弟子的掌门, 十分尴尬, 倘若派中有许多男弟子, 那便无人耻笑了, 因此特地叫这一大群人来投入横山派, 当即朗声问道, 一和师姐, 本派可有不许收男弟子这条门规吗? 一和道, 不许收男弟子的门规, 倒没有, 不过, 不过, 他脑子一时转不过来, 宗爵派中突然多了许多男弟子出来, 事事大大不妥, 林湖冲道, 众位要投入横山派, 那是再好不过, 倒也不必拜师, 横山派另设一个, 呃, 一个横山别院, 恩之各位, 那边通元谷便是一个极好去处, 那通元谷在建兴峰之策, 相传唐石仙人张国老曾在此炼丹, 横山大石上有提印术处, 历代相传, 为张国老盗其驴子所踏出, 如此坚硬的花岗石上, 居然有驴蹄之痕身印, 若不是仙人遗迹何以生成, 唐玄宗封张国老为通元先生, 通元谷之名便由此而来, 通元谷和建兴峰上主安相距虽然不远, 但由谷之风山道绝险, 灵湖中将这批江湖豪客安置在通元谷中, 令他们男女隔绝, 以免多声是非。 方正连连点头, 说道, 啊, 如此甚好, 这些朋友们归了横山派, 守横山派门规约束, 真是武林中一件大大的美事。 丁缅见方正大师也如此说, 对方有人多势众, 看来今日已无法阻止灵湖中出任横山派掌门, 只在缠达左冷缠的第二道命令, 咳嗽一声, 朗声说道, 五岳建派左盟主有令, 三月十五清晨, 五岳建派各派师长弟子齐聚松山, 推举五岳派掌门人, 无需一时到达, 不得有误。 灵湖中问道, 五岳建派并为一派是谁的主意? 丁缅道, 松山、 泰山、 华山、 恒山四派均已一致同意, 你恒山派倘若独持异议, 便是公然跟四派过不去, 只有自讨苦吃了。 转身向泰山派等人问道, 你们说是不是? 站在他身后的数十人齐声道, 正是! 丁缅一阵冷笑, 转身便走, 走出几步, 不禁回头向盈盈瞧了一眼, 心想那五面令旗, 如何想法得夺回来才好? 蓝凤凰笑道, 丁老师, 你试了旗子, 回去怎么向左掌门交代, 不如我还了你吧? 说着右手一挥, 将一面锦旗制了过去, 丁缅见一面小旗, 写静风飞来, 心想, 这是你的五毒旗, 又不是五月令旗, 我又来干什么? 心脸扶转, 那旗已飞向面前, 戳向他咽喉, 当即伸手抄住, 突然一声大叫, 急忙将旗制下, 只觉掌心, 由此烈火烧至, 提手一看, 掌心已成淡紫之色, 才知旗杆上未有剧毒, 已受了五毒教暗算, 又惊又怒, 气急败坏地骂道, 姚女! 蓝凤凰笑道, 你叫一声灵独掌门向他求情, 我便给你解药, 否则你这只手掌要整个烂掉, 丁缅素知, 五毒教使毒的厉害, 已犹豫间, 但觉掌心麻木, 知觉见失, 心想, 我毕生功力全在两掌, 烂掉手掌变成废人, 情急之下, 只得叫道, 灵独掌门, 你…… 蓝凤凰笑道, 求情啊, 丁缅道, 灵独掌门, 在下得罪了你, 是我不是, 求, 求你赐给解, 解药, 灵独中微笑道, 蓝姑娘, 这位丁兄不过奉左掌门之命而来, 请你给他解药吧, 蓝凤凰一笑, 想身判一名苗女挥手示意, 那苗女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纸小包, 走上几步抛给了丁缅, 丁缅伸手接过, 在群豪哄笑声中急躯下风, 其余数十人都跟了下去, 灵独中朗声道, 众位朋友, 大伙既愿在恒山别院居住, 可得遵守本派的戒律, 这戒律其实也不怎么难守, 只是第五条不得结交奸邪有些麻烦, 但自尽而后, 大伙都算是恒山派的人, 恒山派弟子自然不是奸邪, 不过和派外之人交友时, 却得留神些了, 群豪轰然称是, 灵狐中又道, 你们要喝酒吃肉, 也无不可, 可是吃荤之人, 过了今日, 便不能再上这渐性风来, 方正和时道, 善在善在, 清静佛地, 原是不可亵渎了, 灵狐中笑道, 好了, 我这掌门人算是做成了, 大家肚皮也饿了, 快开宿斋来, 我陪少林方丈, 武当掌门, 和各位前辈用饭, 到的明日, 再和各位喝酒, 宿斋后, 方正道, 灵狐掌门, 老纳和冲虚道兄二人, 有几句话, 想和掌门人商议, 灵狐中应道, 是, 心想, 当今武林中, 两大门派掌门人, 亲身来到恒山, 必有重要话说, 渐性风上龙舌混杂, 不论在哪里说话, 都不免隔墙有耳, 当下, 吩咐一和一清等弟子, 分别招待宾客, 想方正充虚二人道, 下次封后, 慈咬口侧有一座山, 叫做翠平山, 峭壁如镜, 山上有座玄空寺, 是恒山的圣景, 二位前辈若有雅信, 让晚辈导往意犹如何, 冲虚道人喜道, 久恩翠平山玄空寺, 建于北魏年间, 与松不能生, 圆不能攀之处, 把偌大愿力, 凭空见寺, 那是天下奇景, 贫道仰慕已久, 正欲一开眼界。